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研发能量独步全球 所有的这些工业产品 其实都需要测量 自贸也一直不断地深入了解 各个产类的发展趋势 那针对还有配合这些产类的龙头 产品发展所需要的测试的需求 那整合了我们这些相关的核心技术 然后发展出一些比较独特性能的 这样测试仪器的产品 持续投入创新研发 不只是在产品功能面 还在旧式的机台上 加入了如触碰面板或转盘 增加操作便利性 也正是透过这样的差异化与独特性 让自贸的自由品牌Chroma 站稳电力电子量测设备 全球市占率第一名 这些累计的这些创新机器 其实我们也都申请了专利 所以累计到现在 我们已经拥有了全球专利的765件 那么在台湾的发明专利公告排名 也是第78名 累计创新研发实力 并创造更好的使用者体验 同时 自贸也融入绿色环保概念 并推出完整的捷径科技测量解决方案 包括太阳能 LED照明 电动车 绿能电池等等 也为产品创造高附加价值 每年为台湾贡献1亿美元以上的出口时机 今年营收也预不上看新台币115亿元 更创造超过50%高毛利 世界级的企业 我认为是应该具有 第一个是创新技术 第二个是自由品牌 第三个是全球化经营 立足台湾的放野世界这样的胸怀 朝着我们公司的愿景迈进 坚持技术与产品 要在台湾自主研发及生产 而环保节能也从自身做起 像是出厂前的烧机测试 智茂就自行设计了能源回收系统 可大幅节省7到8成的电力 也协助各个产业 积极转型为工业4.0的 制动化生产者 Tunky solution 也有人称为 就是叫交钥匙方案 那这样的Tunky solution 其实是真正能够帮助客户 进入建立这个智慧制造的模式 才能够真正完整的帮助客户 进入工业4.0时代 创造价值并持续贡献 让智茂获得经济部 第五届国家产业创新奖 董事长黄庆明也表示 智茂发展30多年 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下去 也正是秉持创新作为竞争力的精神 才能让智茂在竞争之中 永续经营下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